基本上就是比他還要來的什麼 第一個 正後面的分身是來自於前面 那題目要的動作是先幫他這個複製移到後面 而且是要在後面 第二個的話要把它縮小 縮小之外的話 它縮小多少呢 縮小好像60% 另外的話呢 就是還要再做出什麼 做出不透明的效果 65% 如果全部就100% 如果0的話就是完全透明 所以如果50就是一半 像半透明 所以如果說你要做出那種 嵌與幽魂的效果的話 你可以用半透明 好像有一個人飄過去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不是這個 像那個什麼類似那種效果 我們怎麼怎麼做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首先第一個 這個圖層 那特別是要選要選圖層1 另外的話題目有沒有說要變圖層多少 沒有 所以把原來這個圖層複製一下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複製圖 複製圖 這時候他會問你說那個圖層要叫什麼 那我們叫圖層2 一個圖層1 一個圖層2 2的話比較小 那你會發現這個圖層2 他就會放在上面 所以把圖層2拉到下面 因為我 我會需要他在後方後面 所以把它下面放拉下來 然後呢 記得再用移動工具去移動這個圖層2 把它拉到後面去 但是因為他太大了 所以怎麼辦呢 把它變形縮小 縮小我記得 跟各位講Ctrl加T 或者你可以再到編輯裡面也叫任意變形 任意變形裡面的話要60 所以記得把這個鎖鎖起來 為什麼鎖 因為寬跟高就會一致 你就做一次就可以 這邊把它改成60 這時候就縮小了 打個勾 移動到哪裡呢 移動到差不多的位置 按到哪裡 其實可以參考一下 差不多在這裡 好 好 就再後退一點 好大概在這裡 第二個的話 他太清楚了 我希望他 半透明狀態 那怎麼樣半透明 最簡單的方法 請各位看到 圖層2 每一個圖層的上面 都會有不透明度 目前是100%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個地方有沒有 改成60% 65吧 題目要65 65 有沒有看到 那如果你把它改成0的話 他就不見了 把它改成30 也像這樣 不過我覺得這裡 如果要有那種海市盛樓的效果 有沒有 就可以類似像30 40 50 反正這個 所以像有一些那個照片 合成照片 就是有一個人 他越來越清楚 越來越清楚 從10 20 30 40 50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越來越清楚 或許你也可以自己玩玩看 反正這邊的話 有個變化題 我是希望請各位這一題 利用這一題 當然這個流水可能比較困難 除了流水以外 背後 這個水管你可以換成一個人 或者一個物體都可以 一個是動物也可以 不過你自己最好 如果你用你自己來合成 那背後的風景照片 也許你可以找一個 像我講的 如果沙灘 海灘 海邊的話 你可以用亮一點的 像飽和度就增加 或者你可以到什麼雪景等等 反正這個我想自己去發想 今天大概就先把這一題先做 下一個禮拜就是再做一個變化題 利用這一題的概念 不過因為這一題是65 我把它改回來65 這樣都OK 一樣把它另存新檔 名稱的話 記得改成106 這邊PSD 另外再存一個JPG 繳交這兩個就可以 畫面先換給各位 今天的話 我們主要就是把這一題講完 然後